喔 來了 各位貴賓 歡迎搭乘世界多美好航空公司的班機 我們即將起飛 請激進安全帶來謝謝 各位先生們 歡迎來到Waterworld Airlines 請請坐鞋子 謝謝 起飛了 起飛了 剛剛是很趕 我剛剛居然打 打絕了 好好好啦 沒事啦 快行 嗨 大家好 我是佳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佩優 剛剛太久沒講了 對 被發現了 而且是AAA 按囉 然後說我要什麼時候打的板 可以打了 打了馬上就要講 對 就立馬打 各位貴賓 歡迎搭乘世界多美好航空公司的班機 我們即將起飛 請激進安全帶 謝謝 上次你是安全帶那邊卡嗎 忘記了 上次是你突然叫我講英文 巴 對 還有另外一次還有前幾機的 應該就 因為激進安全帶其實很難講 很難講 我也這麼覺得 G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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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最近很常會飛嗎 最近就是真的是班比較少 那你還會很想要就是出國 超想的 我也超想的 你知道這種 就是因為你知道現在是雪季 哦~!對對對對對 這是雪季 所以我最近真的好想去滑雪啊 没事 下次带我去 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在台北什么滑雪场练一下 你先去滑雪学校练习 好 下次才可以跟你去 对 但是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确 的确是有那个就是仿造小 那个滑雪场 可是因为那个雪还 因为没办法是蒸雪 对 所以基本上地板还是比较硬 如果你真的要去练习的话 请你跟我介绍 小乌龟 小乌龟对 要护你的小屁屁 好好好 我要介绍乌龟 对 你要跟我介绍乌龟 然后我们就去滑雪 你要滑吗 我们先滑台北的 可以啊 我可以 好想滑雪 那你知道因为 这一阵子不是因为很冷吗 对 超冷的 然后就一来那边就下雪了 然后所以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人 我有看到新闻说 真的有教练带板子 然后上去滑雪 哇塞 好想冲一波 哇塞 我只知道什么 是阳明山吗 那边也有 太平山 太平山 请问太平山在哪 宜兰 哦 对对对 对 所以就是好像好想 好想去滑雪 因为 哦 哦 因为你以前 多久会去滑一次 我之前的话 两个礼拜滑一次 没有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就是雪 大概三个礼拜吧 没有 就一个雪季 一定要会去个一次或两次 然后因为雪季的话 大概是从十二月开始 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 所以就会去 比如说十二月 可以去的话就去一次 然后雪季结束前 再去一次 那你都去哪里滑 日本 所以我现在就是 如果假设 现在如果真的能出国的话 我绝对是冲一发去日本 马上去 对 因为你知道说到滑雪 因为其实是几 我记得是三年前 我那时候去瑞士 然后我就是去瑞士玩了之后 我发现天哪 全世界的人都会滑雪 就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没有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 没有这个环境 我们生长的环境 没有这个雪的环境 所以你从小不会去接触啊 然后就后来发现 就说天哪 那我在那一年的时候 我就 发愤 没错 我就说我希望 我将来的这一年 我要学会滑雪 有一次飞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 就是同事 机长同事 这个机长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会滑雪吗 因为他在温哥华长大的 然后我就说 你感觉就会滑雪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你会教人滑雪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我揪你 我揪你 我们去北海道玩 然后你要教我们滑雪 对 然后我们就 会滑雪了 他就是我们有一个 我们就雇用了 就是不用钱的教练 好棒 那请问教练 现在还有在教人滑雪吗 就是我们是他的大弟子 如果你要的话 我下次可以 好好好 小弟子先 小弟子 我是助教 大弟子 当小弟子 我现在可以教人 就是简单的 但是因为是安全最重要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刚好 我的那个同事 我那个机长同事 他是真的会教 他是真的有在认真教 就是说教你怎么站起来 然后教你怎么用 头晒滑 怎么用 臭晒滑 就是 好强哦 他很强 对 他就教我们 然后把我们教会之后 后来现在 我再去跟别人滑 就是比如说 学妹谁不会滑 就换 换我 学姐 对 但我教她 我大概只教了半小时之后 我就自己跑走了 太难教了啦 滑雪好难教哦 我今年 今年 那我今年不能 今年希望可以赶快出国 对 但趁现在还没出国之前 我先把这纪念学起来 可以 我觉得今年就是你 因为不能出国嘛 所以你可以先在 比如说在台湾 安全的地方 然后去学新的东西 然后之后应该还是可以 有机会的啦 我要许愿 就是希望 世界和平 大家平安健康 真的 以前 以前都在说什么世界和平 现在真的 真的是希望世界和平 然后大家健健康康的度过 就是这一个 这一波 这一波好长的一波 哦呦 拜托啦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现在如果能出国 我真的第一件事 因为刚好是冬季 大月在冬季 没有 刚好 刚好是雪季 所以我 我在想要说 难道我就这样过 这是冬季 冬季练歌的歌吗 这我记得冬季练歌的歌是不是 对 俊翔 陪 陪勇俊 对 陪勇俊 对 俊翔还是俊亨 忘记了 忘记了 俊翔 反正我前几天还在 一个题外话 讲一个题外话 因为你知道前几天 我就是在我学姐的车上 听Spotify 然后她就 她就是 就是冬季练歌的 那个歌曲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 好难过 就是这首歌好久没听到 中文版是张信哲唱的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学姐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这首歌是冬季练歌的歌 然后学姐就说 不错 这是蓝色生死链 是吗 不是 对 我说不可能 我说不信 我说不可能 我是韩剧小天后 怎么可能 我猜错 我说不可能 然后她说没有啊 就是铁证如山 它上面写的就是 上面写的就是蓝色生死链 怎么可能 对然后我就立马 我就立马google 然后我说学姐你看你错了 这个真的是 东西练歌的歌 我说我怎么可能会记错 我小时候这么爱看 然后后来再跟她讲说 蓝色生死链是另外一首歌 另外一首 movest 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去看 就是藍色生死戀 應該有20年了吧 我記得 我覺得有欸 但是你看現在韓劇的 宋慧喬還是好漂亮喔 還是很漂亮啊 這個一定要看 然後反正我就跟他講說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藍色生死戀這是第一部曲 然後冬季戀歌其實是藍色的第二部曲 喔~~ 是的 你真的是韓劇小天后欸 對 我是Encyclopedia 韓劇小天后就是你 我就是韓劇百科 不懂的都可以問我 可以私訊我 你有對於哪一個劇情不了解 那個角色還想要再了解得更清楚 都完全可以問我 那我最近跟老師討論 有一部新的韓劇好想要看喔 哪一部 那個Penhouse Penhouse 什麼上流什麼 喔 這個新的我沒看欸 好一起看 我最近新的看的是 驅魔面館啊 還有那個愛在 Smart Home嗎 Sweet Home是另外一個 Sweet Home 對 然後還有那個 愛在大都會 太難了 因為你知道就是 因為如果是可怕的 因為韓劇有時候會探討 就是社會案件啊 還有可怕的 我說哇 爹地打來 不會沒關係接嗎 爸爸打來 爸爸打給我 爹地等一下喔 他可能有急事 會不會是不接 等等等等等等 他就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等一下再打 對 還好是爸爸打來 不是誰打來 對 不是 不是Johnny啊 Johnny Kevin啊 不是不是 什麼Alex啊 David啊 不是不是 Andy老啊 又在 Andy老 誰 他要留等我啊 對 我們怎麼會講來這裡啊 我們就說到去滑雪啊 冬季練歌 我們回到主題了啦 回到主題了 到我到娃娃 我要出國了喔 那 好 但我還沒講 對啦 我現在就是最想要去滑雪了啦 因為我跟你說 我們就是 因為員工的話 我們就會使用 員工的機票 然後每次 我們會選擇日本 是因為日本沒有時差 然後飛時又快 我們就不需要 湊一個非常的 十幾天的假 就不用去到瑞士 不需要 湊到十二天 因為瑞士的話 可能你不可能只五天啊 因為你還要再轉機什麼的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都通常會 湊個五天的假 然後就沖 北海道去滑雪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我們公司 很多人都會滑雪耶 因為很 大家很常去滑雪 大家很常去滑雪 可是你就會覺得 在學場見到大家 你就覺得 到底有沒有人在上班啊 哈哈哈哈 到底 我也要加入公司的 對啊 滑雪團 可以玩 學姐學長們 學姐學長機長們 我們滑雪場見 我們教你滑 好 對 可是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也很想滑 可能就會教你半小時 半小時就不見了 你就會在這邊自己跌倒 跌倒完之後 你就會了 對 就跟騎腳踏車一樣的概念 對 有跌過就會了 會 因為你知道我那時候 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們也是選 呃 我們大概只有半天的時間 再學站起來 我爸爸又打給我了 我還是 真的嗎 傳個訊息 爸爸打完媽媽打 那我來跟大家講 反正就是我那時候 我們就是 呃 學會才學會站起來之後呢 我的那個好朋友 叫東東好了 我們就叫 就是好朋友東東 東東 你上了就是我的podcast了 我要把你的名字公諸於生 東東啊 我記得我好像見過東東欸 東東很可愛啊 東東我見過你嗎 我記得我有見過東東 我忘記了 東東 那個 舞台去的時候 對 何岳君再來 他有來看 他有來看 沒錯 對對對 對對對 我有見過東東 我就記得 就是東東 東東叫 對 東東有來 總之就是東東叫我們滑雪 然後東東那時候就是 呃 他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不要 就是上山了 我們才剛學半天而已 就是我們是在爬坡 就是滑下來 跌倒之後再往上爬 然後才學半天而已 他就說來我們去上山 他就說 欸那你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 就我們上山啊 在上面吃午餐 然後喝奶茶 然後再滑下來 感覺很棒 然後都很會耶 很會 因為我們就覺得 充滿了美好想像 覺得 對 就是要從上面滑下來 就是要上去吃午餐 喝奶茶 沒有 沒有要滑雪 沒有滑雪 他就說好像很棒耶 上去感覺可以吃咖哩飯 配日本的奶茶 最好喝 有溫熱的 沒錯 所以我們想說 好好好啊 然後明明還不會搭纜車 然後我們就這樣搭纜車 搭上去之後 也是滾下來 就是下纜車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 但我們還不會 反正就是滾著下來 欸 下纜車也要有一個方法的 對 下纜車 因為它變成要 就是你要踩著板子 然後要 就是你要站穩 然後通常沒有辦法站穩 你就是跌 就是刷 欸 滑一跤 呵呵呵呵呵 就是滑著下來 原來 原來下纜車也有技巧 就是你要稍微站穩 然後 因為你的兩隻腳不會卡著 然後總之 所以就是你下纜車 你會是有一隻腳固定 但另外一隻腳是要去 是自由的嘛 可是你兩隻腳都要站在板子上 反正就會甩 對 然後反正就是 我們那時候還不會 我們想說 好啊 那就它就交一次之後 我們就甩 反正就上去就對了 然後一上去之後 下纜車就是欸 滑倒 然後就直接滑去餐廳 呵呵呵呵 然後就很想說 天真的小朋友們 就說耶 吃午餐 然後就點了咖哩飯 我覺得日本 為什麼會選擇日本 就是因為 日本沒有東西 食物很好吃 對 它沒有難吃的東西 他們對每一道料理 都非常的精心 就是他們非常用心 在準備他們的每一道菜 所以我們就選擇 好像去上山吃午餐 然後就吃了咖哩飯 吃超飽 然後配奶茶 就覺得哇 滑雪真的好好玩 明明還不會滑雪 呵呵呵呵呵呵 先吃得好好吃 對 就好好吃 然後後來吃飽飯之後呢 我們就要面對了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課題嘛 嗯 吃滑雪 對 我們一出餐廳門 然後就說 好吧 那來滑雪囉 然後正要彎腰 然後要綁鞋子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都快吐了 因為太飽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就像又一件事 之後我們就看到 哇 這個一個大斜坡 我想說這個斜坡 也太陡了吧 我們真的是覺得是發陡的 就是說怎麼辦我們下得去嗎 後來也是用滾的下去 哇塞 但是就會了 哦 一滾完就會滑雪了 嗯 你一直跌倒就會了 但是就是要小心 因為滑雪還是很危險 就要帶小烏龜 對 要帶小烏龜 沒錯 就是如果大家很好奇 就是小烏龜到底長什麼樣 大家可以去我的Instagram看 播出這一集的時候 把小烏龜照片貼給你看 對啊 小烏龜很棒欸 就是保護我們的屁屁 一定要保護自己 因為滑雪其實來講 還是蠻危險的一個運動的 因為我朋友 對很多人就受傷吧 沒錯 我朋友就摔斷肋骨 而且 還笑 還笑 朋友沒事了啦 可以笑 現在就是我的虎美人 哦 虎美人 虎美人我們愛你哦 虎美人我愛你 我愛你 但是我要把這個講出來 因為 我要告訴大家 對 我要告訴大家 滑雪其實很危險 因為我們那時候 第一次滑的時候 因為滑到很累很累的時候 你會沒有辦法控制身體嘛 然後他有一天 我就是滑下來 那一天我就是滑下來 我已經在下面等 然後後來有人經過我的時候 他就說 欸 你那個小烏龜是你朋友齁 小烏龜 不是這樣可講齁 是小烏龜 為什麼 因為帶小烏龜 對 我每一群人都帶烏龜 好可愛 然後他說那個烏龜是你朋友齁 我說對啊 怎麼了 他剛剛跌倒了 感覺很嚴重 我說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在國外跌倒 在國外滑雪跌倒 對 滑雪跌倒 因為你知道我們之前飛的 我們之前飛白海道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 受傷的旅客 然後問他們怎麼了 他們都說他們就是 滑雪摔斷腳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很擔心湖美人 我想說怎麼辦 湖美人受傷了 可是也是蠻好的 因為帶一樣的烏龜 對 帶一樣的烏龜 然後是由路人來跟我說 滑過來說 欸 你朋友受傷了 那個小烏龜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還好嘛 因為我 因為其實你滑 你沒有辦法再走上去 所以我就想說 你只要滑下去了 你就一直在下面 不然你走會很累 也是 上波 而且滑走上去還會再滑下來 就是總之我就是只能在 我說那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他就說你就在這邊等 等他自己再滑下來 對 他就說你就在這邊等 因為如果他真的 他說可能要等他一下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描述 是說你的朋友好像有點嚴重 就是他說好像有點嚴重 他都起不來 他大概在那邊躺了大概五分鐘 我想說 欸 所以他在旁邊看了五分鐘 他就說他在那邊 他就是一個跌倒之後 他就在那邊說好痛 然後他就在那邊休息了 然後是他下來跟我說 我朋友跌倒 然後叫我稍微等他 好好喔 對 他人很好 好好喔 對 他是講中文的嗎 他講中文 喔 對 學場都會各式各樣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大家都是學友 對 都是學友 對 都是學友 啊啊啊啊 他是有什麼歌 等一方也愛 在無人的街 耶耶嘿 陪我流眼淚 好白癡喔 總之我就是 我朋友就受傷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他還好嗎 因為他後來還是有下來 我就說好險你沒事 我以為你怎麼了 那要去看醫生嗎 因為如果其實 呃 沒有 沒有看醫生 因為那時候 他看起來還好 就忍到 忍到回台北才看醫生嗎 對 因為他那時候那天看起來還好 而且我跟你說 如果大家真的在學場 你受傷還是什麼 你就是 他們 你可以聯絡工作人員 然後工作人員 他們就會派出 就是騎那個雪上摩托車 他們就會去 就是把你載下山 雪上摩托車 對 雪上摩托車超帥超帥 好酷喔 可是有些人會顧及面子 哈哈哈哈 有些人會顧及面子 不想被載下來 可是我個人覺得 我不想說 拜託載我 就是 如果你真的滑很累的話 有時候你真的可以說 真的 我不行了 對 但是那個就是你體力透支 因為他這些是資源嘛 就形同於是就是 也是救援的資源 不能濫用 不能濫用 可是就是如果你真的體力透支的話 或者是你腳身的受傷了 當然就是可以 就是call for help 就是可以 請求幫忙 然後讓他在你下山 但總之那天我們都還不知道 因為那次是我們第一次滑雪 喔 對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 他就一樣還是滑下來嘛 然後他晚上就說 我明天不想滑了 我說 很難得欸 難得飛過來 難得假期 對 我說很難得欸 我們難得第一次學滑雪 我要不要 就算明天最後一天 要不要就滑 他說可是我很痛 我說 可是 應該還好吧 他交到了壞朋友 胡美人交了壞朋友 我們就說還好吧 要是我 我會想滑 他說可是我真的很痛欸 我覺得我 他就說 我覺得我 我骨折了 嗯 然後我就說 不可能 你骨折的話 你會吐血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好笨喔 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是內臟破裂 才會吐血 對 然後 骨折應該不會 完全不會 嗯 完全 但骨折就是很痛 請問他撐了幾天 他撐了 就是他撐了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應該還是會去滑雪吧 然後後來 我們就給了他 他吃止痛藥 然後他每四個小時 就會說來 請給我止痛藥 他就這樣子 每四個小時 領了一次止痛藥 就陪我們再滑一天欸 可是話一下 他自己又再滑嗎 對啊 好強喔 對 但是我就覺得太危險了 因為他如果又跌倒或什麼的 他可能真的會斷掉 因為後來回台灣一個月啊 他回台灣的那一個月 他就是每天都不能笑 所以我每次逗他笑 他都會很恨我 他說不要動我小偷 你問他是回台灣馬上直接看醫生還是 他有先去看醫生 可是第一次的醫生 但是第一次的醫生沒看到 他說看起來是還好 沒什麼問題 沒有照X光片嗎 有 當然看不到 然後是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覺得怎麼還沒好 越來越烈嗎 沒有 他覺得都還沒好 然後他就再去看一次醫生 然後有一個醫生才看到說 有 有一個髮絲 有微微的骨絲 就是髮絲 就是輕輕的裂掉了 可是裂掉超痛的 然後我們就很對不起他 對不起胡美人 對不起 I'm so sorry 我們下次你說痛的時候 馬上 不滑了 我們就不滑了 我們就開心泡溫泉吃火鍋 然後去逛Lawson 我們就開心在日本就是耍廢就好 再也不滑雪了 如果你說很痛的話 我們知道錯了 沒有了 我們希望你們下 我們希望 我也要加入 我希望我們下次滑雪 是沒有人受傷的 對是不要受傷 可以每天都滑 對就是希望說 大家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可是我們每次滑雪 都會帶肌肉松弛劑啊 早龍趴死啊 因為太累了嘛 對 我想請問 每一次滑會滑多久 會滑一整天 就是從早上十點滑到晚上九點的概念嗎 不會到早上九點 不不不會到晚上 會滑到大概四五點 或三四點 然後再回去 開始準備晚餐 我們的行程就是會一早起來 然後去滑雪 然後到下午 中午就會可能在雪場附近吃就好了 因為日本的話 就是真的每一個餐廳都很好吃 各式 然後每一站都很好 請問是從上面滑下來再搭攬車 從上面滑下來再搭 一天可以搭幾趟啊 都可以 就看你買的是點數呢 或者是計票 或者是當日票 如果當日票的話就是all you can take 就是你就是隨便你 可是就是要看你的能力了 因為有些人如果只會 還不太會滑的話 就不建議買當日票 就是買個幾個點數就好了 因為可能滑不了那麼多 上去一趟要多少 通常都會扣兩點或到四點 就是看你的那個 反正就是看懶車 然後是大懶車小懶車 這個是扣一點 這是扣兩點之類的 然後要通常 因為你知道我上次去 那一次第一次去滑雪 遇到梁朝偉 真的假的 沒看到本人 但是有說 欸梁朝偉也在同一個雪場 可是因為梁朝偉聽說 是非常會滑雪的 所以他通常都在 追不了 追不了 他可能在你旁邊 咻 然後梁朝偉就開始跌倒 對他就走了 Tony 他就走了 喔梁朝偉叫Tony啊 對啊 Tony咧 真的喔 對啊 因為他聽說他很厲害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 就是比如說山頂在那邊 咻咻咻咻咻咻就不見 他應該就是買當天的 但是我那天有認識另外 不是認識 然後梁朝偉的朋友 另外一個人 梁朝偉的朋友 梁朝偉的話 嗯 許智安 喔 對我那天看到許智安 然後就 就看到本人說 哇這個是許智安耶 然後他程度跟我們差不多 所以我們就一直看到他 喔齁 對啊 很好玩就是學場 你會看到很多人 然後認識很多來自不同世界 各地的朋友 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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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陪我流眼淚 學友 就是比較簡單的就是綠線 然後比較難的就是紅線 黑線等等 請問你已經到黑線了吧 黑線的話 我跟你講因為我是滑snowboard 就是就算你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黑線你也滾也滾得下來 但是很危險 危險啊 滾也滾得下來的啊 危險 但是沒有就是你可以坐著板子滑下來 可是如果是ski的話 就是那種兩隻腳的 然後有那個拐杖的啊 拐杖嗎 哈哈 雪杖的 有雪杖的話 那種就比較多技巧是 你可能就不是說 那個可能就要covert 可能就要坐雪上摩托車 那你一天可以多少趟 多少趟嗎 我就要看就是看哪一個雪場 對因為滑下來其實還是很快的 最多呢最多呢最多呢 沒有我沒有算耶 沒有算 對因為有時候還是要看說 比如說這條路線好不好滑 或者是這個山頂 因為都每一次的狀況 還有每一次的雪場的 呃 情況都不一樣 喔 它不會長 它都不太一樣 然後每天的雪 比如說剛下完的 心雪很舒服 或者是那種雪已經很久 我有一次滑到是那種已經 呃 前一晚下雨 然後又升溫 就是氣溫升高 可是溶了 溶了之後又 呃 它又好像不是升溫喔 溶了之後又降低溫度 所以變冰塊 哇賽 對 那個就完全是毫無聲 就是 那也很危險吧 非常危險 我看著那個反射的光線的時候 嗯 你就看到那個雪道 是會反光的 代表那個非常危險 因為跌了就是很厚 而且很滑吧 對 對 就是深無可憐地很厭世滑下去這樣 誒誒誒誒誒誒 usage 我也就想趕快回家吃火鍋 哈哈哈 去觀Laustine 沒錯 好啦 對啊今天還有大概 這樣子吧滑雪的事情 對如果現在就是今天就是說 如果真的現在可以出國的話 佩如最想要去的就是北海道滑雪 很推薦給大家如果 我也好想要去 我沒去過 嗯 沒關係 我們下次可以去 就是我們等就是世界開始恢復 和平的時候 和平的時候 大家健健康康的 我們之後可以一起去 耶 那下一集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了 對 下一集就來問你說 佳歡 如果就是現在能出國 你會想去哪 太多地方想要去 好 我們下一集來問你 那所以對我來講 這一集的世界多美好 我覺得 現在不太美好 因為沒得去滑 不會啦 你還是可以先想像 先計畫一下 然後之後等某一天 終於好了 我們就可以去 衝出去 沒錯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大家健健康康 世界就很美好了 真的 好的 今天就這樣了 好的 掰掰 掰掰 還沒有 還要宣傳一下 不是 不是 等等 還要宣傳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要給我們五顆星 怎麼只可以給五顆星 對 要給我們五顆星 然後要去Spotify 或者是我們的 KKBOX 要Subscribe還有Follow我們 沒錯 還有我們的Podcast 可以在Youtube上面留言給我們 沒錯 在Podcast上面留言給我們 然後你可以來我們的IG來留言給我們 對 V I N O L A I 我的是 K A R F U N Karthoon 好的 期待見到你們 欸 有沒有人也很愛滑雪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滑雪的經驗 沒錯 跟我們分享 就例如美人那個 骨折的經驗 美人 美人不愛你 她現在很健康 而且很會滑 超厲害 大家應該也有很多滑雪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 歡迎跟我們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世界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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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多美好